原意小火家阿嬷Candy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们可以缩短时间 却可以把猪脚煮到 暖嫩入味 又不油腻 加上它的 猪脚皮 是超Q的 咚咚咚的 我们在锅中呢 就放了少许的油 先把这个姜片稍微的 爆香一下 然后我刚说猪皮呢 会有一个 就是需要做这一个动作 就是我们把猪脚的皮 都朝下去煎 那大部分人 如果是要很快速的话 会用油去油炸 可是因为我觉得 因为猪脚呢 它本身的油脂 就已经非常丰富了 所以我通常都不用油炸的方式 因为你下一点点油下去煎呢 就会让它逼出油来 然后猪脚的这个皮 猪脚皮呢 也可以煎到两面焦黄 那当这个两面焦黄 这个皮呢 几乎起了 这个油泡了以后呢 你再下去水煮呢 自然这个猪脚呢 就会形成这个 痠痠痠痠的这种感觉 我今天用的这一支是前脚 因为它的油比较少 肉比较均匀 虽然贵了一点也OK啦 然后我们煎到四面都金黄了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准备来 加入一点米酒 把它炝香来 然后准备 我就加一点点的油膏可以上色 因为我用的大部分是用印油 也就是纯豆的这种酱油 所以它的色比较淡一点 然后我们就再加上这个所谓的秘密武器啦 就是可乐 其实这一瓶可乐呢 是孩子们放假回来呢 已经放有一段时间了 就是喝了 然后剩下的都没有再喝 一直放在冰箱 我就想说这一回他们回来呢 就可以煮这样子的可乐猪脚 一家四口来享用咯 这样子一只前脚呢 它的喜欢吃皮的人吃得到皮 喜欢吃肉的人也可以吃得到肉 所以呢 这前脚呢 还是比后脚对我们一家四口来讲呢 都非常非常的适合 那我们就这样子下去卤 那我还会放上这个几片的月跪月 然后让它整个都滚起来了 以后呢 我就转换到这样子的一个桃锅 桃锅因为它的这个受热比较均匀 然后它的那个保温性也会比较好 那这样子也相对的可以缩短这个炖煮的时间 那这样子的炖煮猪脚呢 我在这个其中呢 整个让它可以到这个锅子转换滚起来的同时呢 我就会放进去再加进一把就是白鲤香 这个白鲤香是自己种植的白鲤香 然后这个干燥了以后保存起来 想要煮任何料理都可以使用 然后加了白鲤香去卤 卤大概非常快哦 这一次大概一个小时左右就已经美味呈现啦 好我们滷了一锅猪脚 然后我们现在煮了一点点的面条 然后加了一点青菜 我们要来做干拌面 猪脚干拌面啊 我里头先放了一点自己炸的那个 这个一坨是猪油 然后一点点这个猪脚汤跟这个葱花 然后我们准备捞面哦 我们就捞面哦 这一坨面这么多 用热热的面就可以把这个猪油啊 葱花都拌的 很好哦 都可以把它拌开 超香的 嗯 超香的猪油香 好啦 我们就用猪油 葱花干拌面 再来一块我们的猪脚吧 哇 满分 爱吃猪脚的老公 给你两块吧 耶 这是大满 大爆满 好啦 两块大大的猪脚 一大堆的这个青菜 然后加上这个干拌面 这这个就是最美味的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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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